8月30日,伊森尼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了演唱会 但是因为没有诚意的粉丝福利 而遭到当地韩语社会不满的消息 登上了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一位 9月1日,根据美国亚特兰大韩国日报表示 亚特兰大演唱会是在一个可容纳2700名观众的三层表演场地举行 约有1000名观众出席当天的演唱会 但是在演唱会结束后 当地侨民社区对伊森尼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 根据当地媒体表示 伊森尼与工作人员在8月28号抵达亚特兰大后 因身体状态不佳为理由 突然取消了要拜访由侨民精英的餐厅的行程 负责伊森尼亚特兰大演唱会的 呼娱乐、Koros娱乐的相关人士表示 并不像是因为健康原因而取向 我们当天收到了无法前往赞助餐厅的通知 并在抵达订好的饭店后也没有下车 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去了别的饭店 因为是单方面的改变了行程 我们收到了赞助商的抗议 立场非常尴尬 真心对赞助我们的餐厅老板们感到抱歉 虽然没有写下合约 但是与伊森尼的所属公司已经说好 并且在离开韩国前就已经用卡高等共享了行程 也发送了所属公司要求的餐厅名字、照片数量等资料 一位赞助演唱会的餐厅老板对媒体表示 伊森尼取消了预定好的行程 让已经在场的粉丝们感到非常失望 怀疑他是不是无视侨民们 所以才用自己的状态来当借口 对此伊森尼的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 虽然曾经说好与员工拍照等的部分事项 但是在SNS误传城正式的活动了 再从洛杉矶飞往亚特兰大的飞机上 因为气流原因抵达时间有所延误 晚上10点30分多才到达饭店 考虑到艺人的状态 为了集中演唱会 所以事先通知了无法访问餐厅的事情 这并不是无视侨民们 而更换饭店的原因已经向当地主犯方解释了 除此之外伊森尼还取消了原本预定于 9月2号在纽约举行的演唱会 对此伊森尼的所属公司表示 由于当地演唱会场的情况 取消了演唱会 但部分媒体们怀疑 是因为门票销售不佳的原因 接着在美国当地韩译论坛中 有人表示 伊森尼演唱会有很多邀请票 演唱会现场也有很多空位 而让人感到惊讶 亚特兰大没有很多可以赞助歌手们的韩国企业 所以当地韩国餐厅跟商店 承担了很多赞助 这样突然取消形成 会让赞助的餐厅老板们感到很困扰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结婚后什么事情都变得不顺利了呢 还是真正的人品被解开了呢 应该是一直以来人设做得很好 前所属公司虽然有挪用公款 但是确实有用心工作 美国当地时间22号 公司已经向粉丝们通知了取消 粉丝们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没有去餐厅 那么是只通知了粉丝 却没有通知餐厅吗 这样赞助的餐厅会更不高兴吧 看美国论坛的话 那些票大部分也都是邀请票 餐厅 理发店 服装店买了很多票后 免费送给了常客们 然后在一个月之前开始 餐厅就开始宣传 当天伊森基会来 所以客人们就来吃饭 结果这样被放鸽子了 取消纽约厂真的很没有责任感 不照顾那些预约的手术粉丝们吗 是觉得形象更重要吗 韩网的反应真的很不好 所以对于伊森基的美国演唱会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执着拘束粉丝的伊森切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真的太太太太可爱了 啊疯了真的好可爱又来看了 这样粉丝们真的会疯狂的 根本就是拿着粉丝玩 太可爱了 好羡慕粉丝们 C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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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KE